数纽分析表就是游标放在任何其中一个储存格 按一下插入数纽分析表 它自己就会找到这个范围 OK,你没有问题按确定 再把它会跳一个新的工作表在前面 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就是跳了一个工作表2 然后你只需要把年拖拉到这边 列拖拉到这边 再把这个地方隐藏 102,03跟113 这样就OK了,应该没问题吧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要画个图 那理论上我会在这个工作表上面 它叫工作表2 名称可能不太容易理解 所以一般我会针对这一个表格 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也许我希望统计出就是历年的怯道 历年怯道 那后面会画一个折线图 所以我再加一个折线图 所以就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历年怯道折线图 就这一个 那这样就比较清楚了 那再来的话我要画个图 那怎么画 其实很简单 这个画图在isail里面真的太简单了 如果你假设要用别的软体 或者用程式来画个图 那真的是很麻烦 这样拍张也可以画图 但是要自己写层次 那这边的好处是说 你只要找到 记得第一步游标一定要放在这个枢纽分析表里面 意思是说你要画图的资料来源就在这里 第二步的话呢 找到上方的资料分析工具 然后找到分析 再找到枢纽分析图 OK 所以就是在枢纽分析表 它内建一个功能 叫做枢纽分析图 OK 前面是表 表格 这个是图 那图的话怎么做 首先点选之后的话 那因为我希望画的是一个折线图 所以你就选择 预设是直条图 其实直条图也是蛮OK的 只是似乎没有折线图 那么的更好 折线图它就连续的 你的时间变化 就会马上一览无遗了 另外的话呢 这个折线图里面 最好是有个节点 因为如果没有节点 感觉比较难以对应到下方的 所以我个人的习惯 会选择有节点的这一个 这个节点就第四个 还有资料标记 就是它会打个点 我觉得会比较好 能够对应到下方 这样有点感觉跟没有点 会比较 感觉比较清楚一点 他个人习惯 有的人不喜欢 有的人喜欢 好 那接下来你就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图就画出来了 那再来就是它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位置好像太下方了 我就把它拉上 在第二好了 然后可能到M的20好了 所以大小大概M20 比如说假设这个范围 如果我希望在第二到M20之间 帮我放这一张图的话 OK 为什么要特别第二到M20 因为将来我们可以写程式的时候 甚至问Charlie B的时候 你就会请Charlie B帮你写个程式 自动产生一个图 放在这里 所以等一下会很厉害 什么事都不用做 动嘴巴就可以了 之后的话呢 如果你要让它自动的话 我们要有按下去 这边就会先产生一个表格 再产生一张图 OK 所以自动 所以后面其实我觉得还蛮有看图的 以后如果你会这样的话 哇 感觉真好 而且如果每天有很多图 很多表 按一下啪啪啪啪自动 甚至你可以堆叠 或者是你要看什么排列 按照你要的需求 去放置你的这个 这个报表 跟你的统计图 哇 这样就很方便 看你要看什么 不要你老板要看什么 我马上帮你显示出来 只是最后的这个图 我们好像还有地方可以再修改 上面这个名称有没有 叫合计怪怪的 这个应该给这个名称 所以我习惯是会把上面这个名称改成叫历年签到折线图 另外的话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告诉你说这个上面的图例 可是问题这个好像没什么意义 这个叫图例 这个图例也可以把它关掉 所以大概就再顶多是做两件事 就是把标题更改一下 把图例给去掉 OK 要怎么做 也很简单 这上面要改的话 我的喜欢是从这边复制过去 就点两下 Ctrl C 对 然后再点一下这个标题 把这个标题里面的字选起来 把它Ctrl V 贴上 这样就改了 顶多就是说再把它的字稍微换个颜色好了 就常用里面不是有的 那我是建议你要修改里面的字 建议是点一下框框 点框框表示说这个里面所有的字都套用一样的颜色 比如说红色 有没有 如果你假设你没有点框框的话 你选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 特别注意 就是点框框一下 不要是选里面 因为选是虚线 它变成有选到 它才会有颜色 有没有 变一个字 这样不是OK吧 所以记得选的时候 请你点框框一下 然后再去改颜色 我的习惯是加个红色 加个粗体好了 凸显一下 那4的话可能改一下吧 改成18好了 就大概改个三个吧 然后最后这个图例不要的话呢 几个方法 比较直觉就点它按delete delete也可以 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旁边不是个加号 加号指的就是 你在这个图表里面 所有的项目都会列出来 那只要有打勾的 它才会出现 没打勾就不出现 那我刚刚有讲过 这个东西叫什么 对图例 有没有看到 所以如果你不要的话 直接就是把它的打勾 怎么样 把它取消掉 这样都OK了 其实啦 比如说你要做什么 回归分析 有没有 会有个趋势 有没有 未来是越来越好 越不好 你发现这个项目里面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的 就是趋势线 也就是说未来的治安会不会变好 其实你就画一条线给它 没有 它就帮你把它做一些简单的回归分析了 OK 那这样就知道说 未来的趋势应该是越来越好才对 OK 再来就没有了 已经跨到领了 所以以后是不是就可以达到什么 以前不知道什么 夜不必户是不是 以后门都不用关 治安有这么好吗 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好啦 可能因为现在小偷也蛮挑的 如果你家太 可能他进去发现你比他更穷 他会不会再留一点钱给你 想说这人怎么会比我更穷 好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趋势线要不要加这个 我是觉得无所谓 你们可以自己玩玩看 其他还有像什么 资料标签 有没有像上面的数字 你如果想要让它显示的话 这个也可以把它打勾 有没有 这个其实还蛮重要 有时候有些时候 我们会希望说 不用再眼睛再看这边一下 那我希望显示这边有没有资料标签 OK 所以主要是从这个加号 你可以把图例打勾取消 OK 那当然顶多是说 你要加这个资料标签 你可以把它加上去 好 那这样就完成我们的统计表 跟统计图的结果 然后待会的话 也许我们如果假设 要把它变成自动化 应该怎么做 怎么请那个 HGB帮我完成这件事 请各位先试一下这个 立言切道折线图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